这可就奇了怪了 明明密码都是对的 怎么就打不开呢 没办法 女人只能找来开锁师傅 这才打开了行李箱 想想已经折腾了一晚上 女人便决定洗个澡结解法 可洗着洗着 一阵刺耳的音乐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这可把女人气坏了 她以为是隔壁一些没有素质的柱 大晚上还将音乐开得这么大声 可她打死也没想到 等她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那声音居然是从自己电视里传出来的 这可就奇了怪了 明明自己就没有开过电视啊 想到这 女人连忙叫来了住在其他房间的两个闺蜜 并将刚刚遇到的怪事全都告诉了她们 谁知两闺蜜听后压根就不信女人的鬼话 可下一秒 屋里的灯却突然不听使唤的闪烁了起来 结果等她们一看 原来这只是闺蜜的恶作剧 但好在经过她这么一折腾 女人便觉得这间屋子也没那么害怕 等闺蜜走后 女人也安心地准备上床睡觉 天真的她以为终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糟糕的是 刚躺下没多久 女人就感觉到了一阵头疼 谁知就在这时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 结果等她起身一看 我的天 墙角处居然站着一个男人 这可把女人给吓坏了 她迅速打开了台灯 谁知对方却立马又不见了 难不成是自己太累所以出现了幻觉 想到这 女人只能关掉了台灯 然后便沉沉睡了过去 好在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晚上 女人像昨晚一样正准备上床睡觉 可睡着睡着 她突然又想起了昨晚的人影 今天总不能再看见那个人影吧 结果等她转头一看 我的天 那个诡异的男人 居然又出现在了墙角 这可把女人给吓得赶紧打开了灯 难不成昨晚看见的并不是幻觉 可明明前面什么也没有 于是为了确认自己究竟有没有看错 女人便再次关掉了台灯 结果下一秒 男人果然又出现了 并且看样子似乎还往前挪动了紧 这可把女人给吓坏了 原来据说走廊尽头的房间 真的会有不干净的东西 想得这 女人害怕了 她只能将灯一直开着 然后赶紧躲进被窝里 这才安全度过了一夜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女人便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因为今天是自己在外地出差的最后一天 只要再住一晚上 明天就能跟闺蜜一起回家 而时间很快又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 经过前两天的诡异事件 女人只希望最后一晚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可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刚躺下没多久 她又因为胡思乱想睡不着 结果等她转头一看 那个诡异的人影 居然又出现了 而经过前两天的惊吓 这次女人反而有点习惯了 只见她缓慢地打开了台灯 而男人也一如既往地消失了 这时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只见她再次伸手关掉了台灯 而男人也果然又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女人似乎摸清了规律 看来只要一开灯对方就会消失 而一关灯对方就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 每关一次灯 对方就会离自己的距离更近一步 渐渐地 女人觉得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因为她发现对方似乎是一个长相帅气的小哥哥 更重要的是 她觉得这很像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 那就是一二三木头人 想到这 女人早就将之前的恐惧抛到了脑后 更奇葩的是 没心没肺的她居然真的和对方玩了起来 只见她将台灯一开一关 而那人影也离她越来越近 直至对方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女人这才感觉到了一丝害怕 然而她并没有选择退缩 因为她想要看看到最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想到这 女人便下定决心按下了开关 紧接着立马就闭上了双眼 因为她生怕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 可奇怪的是 等她睁眼的时候才发现 刚刚的那个人影却直接消失不见了 这就奇了怪了 明明都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跟前 可现在却又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对方不想陪自己玩了吗 没办法 女人只能关掉台灯继续睡自己的觉 然而她却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谁知下一秒 我会让她们睡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